好,我們來到第三天了 我臉超腫 昨天吃完這個燒肉之後 超腫 我們起床就打算去找拉麵 因為我們第一天來的時候打算吃 但排了五、六十個人 接受不了 11點半開,也是在我們民宿附近 我們現在11點左右試試看 看看可不可以 這間拉麵叫做醬綠拉麵 它是和歌山的拉麵 進去你會看到已經有一個等候區 很多椅子在這裡 然後座位一眼看完就只有這麼多 我記得應該只有八張椅子左右 我自己點的一款是秋刀魚醬油拉麵 裡面有一隻雞蛋和肉碎 吃下去其實有一點油膩感 麵質非常彈牙 但湯頭不會很濃烈 有清清的味道 也有原湯的味道 我真的覺得挺好吃的 而我男朋友點的那款是中華拉麵 醬油湯底上加一些胡椒粒 去煮成的 味道非常濃烈 麵質一樣很彈牙 也有一點叉燒 我們就覺得麵質和湯底 比配菜更優勝 吃完麵之後出去就看到長龍 所以早上有好處 吃完了 怎樣 好吃 麵質很彈牙 湯也很特別 怎樣特別 醬油加了胡椒去吃 所以 是醬油加了胡椒蛋 真的很好吃 我覺得 很值得過來吃 我覺得如果女生可以吃我那款 比較清淡 男生那款是很乾羊味的 很濃 有胡椒 而且它的麵是旁邊有製麵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值得過來吃 我們今天主要就是逛街 我們下一個目的地再見 你不是很喜歡做那件事嗎 好 我們今天計劃就是去曼博城的Expo City 那裏走街 因為我知道那裏有一個很大型的購物店 一下車之後看到左邊 我沒有搜尋過 原來是有一個很大的公園 叫做曼博紀念公園 好 我們今天計劃在右邊 我來到之後 剛才不是看到走下來的斜路 左邊不是有一個很大的 好像猩猩雕像 然後我放到裡面有一個很長很長的常學梯 原來這裏有一個叫做曼博公園 我本來是想過來有一個很大的商場 當然後面是有一個很大的商場 但是因為我看到一個很大的城堡 和很長的常學梯 所以我超興奮 而且那裏是要入場費的 但是200日圓 即是14元 我覺得絕對是值得付錢 看看發生什麼事 好 我們買了票 好巨型啊 這東西 究竟它是什麼呢 這裏可以說是小朋友的天堂 這麼大的常華梯 我自己看到都很興奮 而且它不只有一條 也不是只有一個公園 除了我們現在眼望的這個公園之外 我們今天都經過了幾個大大小小的公園 所以小朋友來到這裏一定很開心 不要說小朋友 我自己去sir 都是超開心 你看到我好像小朋友一樣 還要sir到最底 不小心令到後面的小朋友掉了 我也不知道 除了這些遊樂設施 還有很多不同的單車 可以給一家大小去玩 也有一大片的床園 你可以在野餐 可以在郊遊 很開心 然後讓我去到一個地方 是有很多燒烤的設施 這個環境是超美 超整齊 超乾淨 我覺得日本這些公園真的超棒 大家剛才看到 他們看著那個景 燒烤的食物 是一個很大的湖 上面是可以自己踩鴨仔單車 然後那些設施很好 當然我沒有特別去看價錢的 但是 真的很好享受 這間這樣的空間 真的 很開心 這個公園 我們不小心去到一個地方 是屈甘香園 雖然現在不是盛放的日子 但是也很漂亮 其實這裡不是只有屈甘香的 去到6月的時候 也有另一個花園 是有這個壽球花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真的很適合不同的 家庭也好 情侶也好 朋友也可以來這裡參觀 我們現在出去了 我們亂走 然後我一直逼他幫我拍照 然後走了兩個多小時 都還沒走完 都還沒走完 我們走了三分二 差不多了 對 裡面真的很大 然後就是逛街時間 應該未必拍給大家看 如果吃東西再跟大家分享 我們一會兒再見 拜拜 逛逛逛街很餓 但是又未夠吃晚飯 我們就去了吃漢堡包 這個不是麥當勞 男朋友就叫了一個蘑菇牛肉包 我就叫了一個魚柳包 先頂一頂 給大家看看什麼叫財山人安樂 我只有這裡 你呢? 四袋而已 我 哈哈 本來我們打算走三個小時的一個地方 我們由一點鐘走到現在八點半 然後 現在要趕快回去放下東西 然後出去吃東西 第一站我們就去了吃民宿附近的一間豪快壽司 這裡出名的是一些經濟有實為 但是很大份的滿蛇壽司 我們就叫了幾款 例如是這個滿蛇的海膽軍藍 看到已經很想吃了 接著就有這個三層高的大拖羅壽司 我們兩個分享去吃才不會太油膩 還有這一款滿蛇的三文魚之壽司 吃完這裡之後我們就轉場 之後我們就去了另一間店 就是這次來大阪其中一個目標 就是吃雞刺身 我男朋友沒試過 所以他很想試 這一碟右手邊的三款都是雞肉 不同的部位 有些雞胸肉 有些是雞腿肉 左邊就是一些大挑戰 因為是雞的內臟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 有雞心、雞腎和雞腎 我們開始吃了 他的雞刺身初體驗 其實我吃過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感覺 跟普通池身差不多 接著就是勇氣的表現 這件事我都沒吃過 你沒吃過 沒 因為我胖它 這個超恐怖 有血的 這個是雞心 很美味 因為他做了而已 這個是沒有東西可以比較的口感 我覺得 這是雞腎味 好了 熟的雞腎我們吃得多了 生的雞腎我也是第一次 我不行了 我們要加薑 我很怕它有腥味 這個生歐歐 血淋淋的雞腎 很緊張 沒有什麼味道 但是完全是雞腎的味道 對呀 生和熟的雞腎 真的爽 你們有沒有看到 像平日街市的雞腎一樣 好滑 很鹹 怎麼看到鹽 我也是 它又沒有那種血的臭味 對 雞腎的味道 有點像豬腎 但生的味道 反正我是雞腎 好我們的雞腎身 初體驗就完了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試 我不是說什麼特別的東西 在大阪很多地方都有 其實在大阪很多地方都有 但是沒有 我還是跟明仔去試 好了 我們現在吃串燒了 清一下腸胃 好害怕 先吃熱的東西 這裡的串燒一點都不會被刺身失色 它燒得剛剛好 外面是很脆 裡面是很juicy 很有肉汁 然後很嫩滑 所以今天這兩餐真的非常之滿足 希望你們喜歡看今天這個vlog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